厨房不能浪费的10个一平方米 1.水槽下方一平米 做个锅具收纳架 常用锅具全放下 高度可任意调节 大件厨具轻松装下 增加了植物空间 2.厨房窗台一平米 不在保留窗台时 而是台面做延伸 放个沥水栏也超宽敞 刀具和布袋口勺全放下 勤快老公洗台刷盘子台面更宽敞 3.橱柜转角一平米 不做老式鱼角柜 拿取东西翻箱倒退 而是设计钻石柜 存放大件里面两米 拿取也方便 关键老公半夜三更备餐也更宽敞 4.冰箱上面一平米 上方做吊柜 增加大件物品收纳空间 下面定制和柜门严丝合缝的冰箱 漂亮老婆都能轻松推入 5.冰箱旁边一平米 台面延伸 上方安装轨道插座 增加小厨店的使用 往上淘个活动制物价 蔬菜水果分类方 拿取的方便 6.烟管道旁边一平米 做一组超宝贵 一边放南北干货 旁边贴块洞洞板 常用厨具全挂下 1.5米高的老婆拿取方便 7.烟机两边一平米 做对称是储物格 放各种食材很方便 关上柜门铺灰 8.吊柜下方一平米 缩短吊柜 增加两组上防柜 收纳瓶瓶罐罐 释放台面空间 拿取很方便 吊柜下做线性灯 炒菜不备光 老公才能更好发挥三流的 9.门洞两边一平米 两扇门只能开一扇 200斤的老公进出很迎接 敲掉两边非常动墙 过大门洞空间 两侧做通顶酒柜 放满七大一八大姑 送的各种名酒名茶 顶上预留吊柜轨道位置 吊柜隐藏更美观 安装极窄推拉门 关上就是厨房门合掘一烟 打开市酒柜门 就算老公在这个地方 跳骑马五都足够宽敞 厨房这样设计 视觉空间更开阔 收纳更强大 10.这样的设计你喜欢吗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合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